大家好, 我是Louise 我是英文科技補習老師 你現在的聲音不用來 所以再寫下來 這群人… 我的責任就是培養同學 對英文科技學習興趣 以及幫同學在高級考試 獲得理想的成績 我跑了大約半年 其實我一直有做運動 但是跑步是一件令我很卻步的運動 因為我一直都怕寂寞、怕辛苦 半年前開始得起心肝 就決定人生怎樣也要玩一次馬拉松 我喜歡跑步的原因 是我比較喜歡突破自己 和破紀錄的人 偶爾的機會 在我參加這個水海馬拉松 我遇到一位前輩 那位前輩已經跑了50年馬拉松 我跟前輩說 我認為你很厲害 前輩 前輩問我 Louise,你這次第幾次參加馬拉松 我說我第一次 然後她給我的鼓勵說 跑馬拉松這件事 你用了第一次,就會有第二次 有第二次,就會第三次 就會有第四次 所以我就會很鼓勵 這個運動、這個活動 是一個永遠的運動 其實跑馬拉松是改變了我幾件事 甚至是影響到我的工作態度 例如例如,我要遇到孤獨的感覺 有時候我們補習老師 很多時候不是真的有很多同事一起工作 我們是要自己去做教授材料 準備備課的東西 跑步其實你也知道是一個 自己一個人去跑一個長途的一個運動 這樣可以鍛鍊到我的患者 還有,我開始接受到 自己一個人去到專注了一件事的感覺 另外,就是靈體方面 其實很多學生都知道 我喜歡做運動 而且我都會很鍛鍊到跑馬拉松 參加比賽的 他們會看到,就是什麼時候這麼忙 我還會抽點時間去自己鍛鍊自己的話 他們會覺得靈體很值得他們學習 亦在他們的學習方面,不會那麼容易放棄 我今年參加了10公里的賽事 而我的目標就是要在一個小時內完成 我的授用名,一向都會鼓勵同學 去到… 採用語言的能力 釋放他們的語言潛能 但在這次的賽事 以及在運動、運動的習慣方面 我的授用名就是… 採用你的身體的能力 就是要你釋放你的運動潛能